爆炸声震了欲融 吓得厂区员工赶紧跑出户外逃生 空场内不停起火燃烧冒出熔烟 而且爆炸声不断 爆炸瞬间大楼一楼的玻尼门全被震破 住连远处警卫视的玻璃也难逃一劫 目击者吓到哭出来 熊熊火势把整个厂房烧到只剩钢架 屏东科学产业园区内的 一家生产高尔夫球剧的工厂 二十二号傍晚起火爆炸 现场满目疮痍 伤亡严重 这间工厂傍晚五点多 疑似化学物质外泄 现场冒出白烟 接着晚间六点左右 工厂起火爆炸 造成屋顶倒塌 数十名员工受伤 晚间六点二十分 屏东县政府启动大量伤病患机制 接着七点开设三级 灾害应变中心 没想到晚间七点多 载度爆炸 到了晚间十点多 火势进燃又复燃 爆炸威力之大 就连赶来救灾的消防员 也受到波及 只能不停撒水降温 屏东消防局出动三十四车 六十六人前往抢救 而临近的高雄消防局 也派出十九车 五十三人 以及两部机器人协助 目前现场仍在积极抢救当中 只希望灾情不要继续扩大 我是新闻屏东 综合报导 你好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